为了美 她挨了上千岛 纱布层层拨开 她成了全日本女人的偶像 据说 99%的姑娘整容时 都是以莉莉子的模板 凭着橘木梦霜的美貌 莉莉子受尽万千成 不可避免地开始拿护了其他 在新军的采访里 她不着痕迹地挡住了新人女二 尽可能地将自己放在镜头中央 这种小动作娱乐圈见惯了 记者们也很配合 但莉莉子依然不 她生气地把报纸甩给助理 不同于人前的可爱 人后的莉莉子挺烦人后 助理吓得不敢说话 好在莉莉子的富二代男友 及时出现 莉莉子马上将男友破刀 助理也才得以溜了出去 缠绵时男友动情的倒霉 可莉莉子却目光闪烁 果然背地里她还有 干着其他灰暗的灰暗 面对制片 莉莉子极尽温柔 等她一走就立马换了风冷 莫的命空 在浴缸里她打电话给经纪人 一个晚上她就换来了 女一号的位置 金皮力尽到家 看着镜子里被誉为神严的自己 莉莉子笑了 没演技有啥关系 美就完了 可此时 一块黑斑出现在了她的额图 经纪人倒是很冷静 她送这一块贵家的服务室 然后让化妆师好好给莉莉就下 第二天就从容地将莉莉子 带到相熟的一员 流程很熟悉了 但不知为啥 这次莉莉子有种不享的一种 她很晚燥 在去手术室的路上 她被一个女人吓了 看着女人脸上熟悉的伤 莉莉子有点困难 但她懊不过经纪人 麻醉之后 经纪人让医术用了最猛的药 副作用无所谓 只要莉莉子美就好了 这个和经纪人合作的整容医院 出了无数的意外 最近被警察盯上了 据说在他们这里整形 一辈子都离不开康复治疗 而且皮箱总会迅速修秀 就像莉莉子那样 这里出去的所有公娘 终生都要花大价钱维持皮囊 只要哪天没钱了 容貌就会迅速了 做完整形修复 莉莉子满血复活 通告 综艺 电视剧 忙着脚不沾地 甚至还上了大萤幕 绯闻男主 从十八线小明星 成了电影巨头 莉莉子红得发紫 可谓是一时无两 但聚光灯下 她却是一个被经纪人操纵的玩偶 空洞 病态 浮夸 不过就算镜头后再累 转过身来 莉莉子还是露出了职业假笑 在乱闪的美光灯里 她感觉自己要坏掉 回家路上 喝醉的莉莉子 将一只口红递给了助手 助手是那种 不怎么打扮的姑娘 她不明白 莉莉子这句背后的自我嘲讽 把莉莉子送回家 助手安慰莉莉子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莉莉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这晚莉莉子最恐惧的东西 整容带来的后遗症又出现 她崩溃的又哭又笑 助手不知所措的看着她 强烈的无助 让莉莉子将崩溃化为控制 她让助手跪下 控制了助手后 莉莉子开始背着经纪人 做各种自以为正确的事情 比如 官宣了自己和富二代的热恋 再比如 见了被藏起来多年的亲妹妹 她劝妹妹也去整容吧 但妹妹说 自己害怕 也是这一次见面 她才知道经纪人根本没按合同 给她家人打款 但这时莉莉子已经没有选择了 她只能再一次躺到了手术台上 手术很痛 但听着医生们的话 痛苦似乎变淡了 莉莉子又出现在了舞台上 这一切值得吗 莉莉子不忍细想 经纪人介绍了一个新人 让莉莉子带带她 新人是个天生励志的姑娘 渐渐在镜头前代替了莉莉子 这让莉莉子本来就很脆弱的精神 直接崩溃了 经纪人淡定的给她打了管安定 莉莉子的情绪平稳了 表面上 在杂志 莉莉子看到了自己的男友和别人订婚 于是她威胁助手 将那个女人的脸毁掉 助手照做了 回来 莉莉子却冷漠的将自己摘了个清楚 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警察找到了莉莉子 还找到了她整形前的资料 看着资料 莉莉子再次陷入了崩溃 看着电视里新人演员的VCR 她暴怒的要求助手 整容的后遗症越来越厉害 由于药物注射过量 莉莉子开始情绪失控 出现幻觉 在自己的生日会上 她暴走了 在直播里 莉莉子丑态摆出 她崩溃的尖角 倒在地上抽搐 再次醒来 她已经躺在了自家床上 看见助手没有挂花新人的脸 莉莉子暴怒 她愤怒地跑了出去 在大狱里 她好想时间倒流 回到自己最美的时候 但事与愿违 摸着自己大把大把脱落的头发 莉莉子彻底决乱 另一箱 助手捡到了那份被莉莉子扔掉的档案袋 里面全是她整形前的丑照 助手对莉莉子最后一点敬仰也破碎了 她把资料匿名发到了各大报社 第二天 莉莉子就上了头条 全世界都在笑话她 笑她整容 笑她丑态百出 这些笑话背后 有多少羡慕就不得而知了 刻意无奈 经纪人给莉莉子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在会上 莉莉子忽然冷静下来 她紧握小刀 站了起来 然后一把将刀插进了左眼里 闪光灯戛然而止 但马上又疯了一样的闪起来 闹剧就此过去 莉莉子从此销声匿迹 但东京的街头像她这样的姑娘 依然一浪一浪地涌到她走过的路上 而在人们不知道的角落 一个奇怪的酒馆里 莉莉子仍端左中央 鬼异又妖娆 仿佛女王